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冲上云霄二次播出以来收视成绩十分理想 作为主角之一的吴竹熹 7月22日接受访问时表示感到十分安慰 但早前报道其在剧中多次恶评女性当有贬低之意 对此他也立即澄清道 我觉得就是一个话题而已 从来没有 我相信每一个演员去讲这句台词的话 就是没有去有这个心去贬低那些 譬如说说我 就是没有这个意思去贬低 一个香港的女孩子的那种 就是我只说不定性而已 但是我觉得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当宣传吧 虽然收视堪称理想 但网民及专业人士就指情节反驳为甚多句中授语 即收视出错 更有穿帮镜头被发现 吴卓熹对此表示毫无压力 其实心情跟压力我跟很多很多季节啊 很多在外面的人去讲 对这个充传营销有没有压力 压力不在我里面 就交给吴正宇跟张晶林去受吧 有份出演充传营销一的马德忠 早前探员希望能参与开拍第三集 而吴卓熹也对该系列情有独钟 表示第三集甚至第四集自己都十分愿意出演